大家好 我跟你们社其实是老邻居 我就住在团结湖二条 在那住了五年 当时是工艺美院的教工宿舍 经常散步会走到这来 我记得17年前 我刚刚回来是00年 北京非常火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不是说你们不火了 大概就是网络起来了 手机啊什么这些 我记得 001年到05年 我还住这儿 04年 你们还给我盯了个信箱 有没有 很多订户有信箱 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 就一出门旁边就是个信箱 已经送到了 后来我就签到别的地方去了 学校也签走了 学校现在就是刚才你带我看的门外 就是现在CCTV对面 就是当时我上课的地方 然后人就住在团结湖 所以好久没有到这儿来了 看到这个楼很亲切 虽然我从来没进来过 今天是第一次 我跟网绵说 希望来听的朋友都看过局部 大家真的看过吗 真的看过 我当然很高兴能够面对 就看过局部的朋友 书有读者是一个概念 然后你的视频有人看 又是一个概念 大家可能知道在局部以后 我就把我的讲稿出了本书 叫陌生的经验 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全新的一个经验 然后做了以后呢 就没法后悔了 因为非常烦做视频 你得在限定的时间里面 把一个话题说完 同时要让人 哪怕十分钟二十分钟 要有耐心有兴趣 愿意听下去 非常不容易做到 当时我已经知道有高小松的视频 我这些日子几乎天天又在看 罗基斯韦的罗胖子在讲 他们实在讲得太好了 太好了 我几乎觉得每一集 都能听到很多 我记不懂更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完全没有这个本事 因为我知道的视频节目 是从纽约开始 我才知道世界上电视里 有这么一种叫talkshow 就一个人在那没完没了的讲 不断的能让你笑 还有很多知识 很多亮点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这个不是单口象征 就是talkshow 也有很严肃的学术的政治的历史的 也有娱乐的 没想到中国这么快也有了 而且有像高小松和罗 罗正宇 这是天才 这生下来他就这么会说 而且脑子能够记住所有事 一路讲下来当中 除了知识点以外 他自己的观点 然后他又怎么能抓住你 都 这学不会的 也没法教的 所以呢 我当时接的时候 有点轻率 也有点被迫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理想国出版社是在那出书 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媒体人就梁文道 那我的主编 刘瑞玲女士在很多年前就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光是就这么写些别的东西 你还是回头要谈艺术 但当时这个概念还很土 就是还是像八十年代那样来给大家做谈艺路那样的 欣赏或者解释一件作品 我就没有答应 我就没有答应 我不太喜欢读这一类东西 就是所谓欣赏艺术的节目 欣赏艺术的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太爱读 同时我也不太爱读美术史 读过的都忘记了 忘得干干净净 那么我知道如果把你放在一个话筒前面 一个机器对着你 你完全没有美术史知识 你没有一个眼界 是不能讲的 不能讲的 但是在我看到的节目里面 我又不满足 不满足 我看过的最高档的这一类的视频 电视视频 我指的是英国BBC做的 五十年前就有了 然后在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在纽约的视频里面 就电视里头经常能够看到 我非常佩服 因为大多是美术史家讲的 他给我很多知识 给我很多知识 但是听多了以后呢 我会不满足 因为我自己是画画的 然后每个自以为有眼光的画家 我想我是这样一个人 就不太会满足你告诉我的这些解读 我也有自己的解读 但是呢 我当时不会想到有一天 我自己也会去讲 所以刘瑞玲提出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没有太认真去想这件事情 但到了2014年 梁文道先生离开了凤凰 就变成理想国视频这个单元 一个这个项目的总策划 那么他的任务就排下来了 那么他自己 大家可能也看过一千零一页 他在马路上讲 讲读书的事情 另外一位马志芳 是讲流行音乐的事情 那么很自然 我就被分到的任务 就说当前你来讲 讲绘画这一块 所以局部这个名字 是梁文道替我起的 他当时以为我会讲一幅话 摘一个局部出来 然后是跟大家分析 我估计他是这样想的 但其实我当时 糊里糊涂接下来以后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讲 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我知道什么类型的讲法 我是不会的 我也不会学的去讲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一个是美术史的讲法 我不喜欢 我不要给大家上课 我要去拿个美术史的著作 然后准备一下 要愣讲也可以 这样的事情 我在清华美院做过 但也不是根据书 我讲过一个长篇的一个系列 叫艺术与传播 这个我讲过的 我的参考书不是美术史 而是传播史 这是一个我一直在强调的观点 就是我不认为有艺术史这件事情 整个艺术史其实是一个传播史 报纸就是做传播的 大家把艺术看得太高 太神秘 好像咱们一般人都不能接近它 所以我不会用美术史的上课的方法去讲 但我也不喜欢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我们今天来赏 欣赏艺术 就现在我相信有这样的节目 咱们怎么欣赏这个茶道啊 咱们怎么欣赏民间艺术啊 咱们怎么欣赏书法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讲法 我挺倔的 我听到一个人在那讲欣赏 我就想我为什么要你告诉我欣赏 我也在看话 我就像吃东西 你不要告诉我这菜有多好吃 你最好你给我吃 到我嘴里我才知道什么味道 我不要跟你跟我讲的菜有多好吃 所以我也通常不喜欢看这种欣赏艺术的文字 或者这个讲座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讲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讲给谁听 讲给谁听 我在清华美院教书的时候 我的对象很具体 也是像今天在座这么多人 大约 因为别的戏也可以来听 我也带了一对话策 所以我能够看着大家的眼睛的现场讲 而且是没有实现的 我们比方下午一点半的课到四点钟下课 然后一周讲三次 或者这个单元大概是三个月要怎么样 这种事情我做过 我非常清楚知道我在说给谁听 但是视频不一样 视频是假定是放到网上 你就完全无法知道 会有多少人来看 这些人是什么人 他们想听什么 他们不想听什么 然后他们对我接受不接受 尤其是我做出来以后 他们会不会喜欢听 有没有兴趣听下去 因为说起来大家不相信 就是到目前我对手机能够用的功能 只知道发短信和打电话 我到今天还没有微信 然后手机上的很多功能 我都浪费掉的 我不会用手机打车 手机付款 是种种这些 所以我其实我在讲局部 我被告知我的局部 大部分可能会年轻人在手机上看 但是我对手机这个工具 我是一个非常过时的一个使用者 我根本不配现在用iPhone这种手机 可是我在为这样的手机提供节目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经验 我在做真的是自己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跟我此前的写作经验非常不一样 写作经验虽然也不知道谁会买你的书 但是它是一个太传统的事情 而且我写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有过快感 就是我从第一行开始写到写完 我已经享受了这个过程 可是做视频没有快感 一点快感都没有 大家看我在上头装的好像气贤神定的样子 在那儿开开而谈 烦得要死 刚讲到一般我书里写了个车开过来了 底下我有火车的我那个话是 这个说是停 程老师你这一段最好重讲 有时候是我自个不好 我是因为只会念稿子 不会空口讲的 就是背不全 背了一段背到后来忽然我卡住了 卡住我只能说对不起停一停 我只能再看稿子 后来他们说行 你想看有时候偶尔看起来也没关系 就充满了这种麻烦的过程 然后呢这个片头大家看到了 完全是装孙子 就在那里坐在我的桌子旁边 然后又要坐那个一分钟 他们要在我房间里折腾五个小时 我灯 然后把我放法 家居的放法完全变掉 然后我就在楼上自己弄电脑 就等他们 等他们他们十一点钟进来 我几乎冬天的话 天都快黑了他们才说春老师下来可以了 可以呢又得装好几次 说不行 刚刚那个哪个机器没关 或者哪个没开 好又全部重来 一点都不好玩 做视频 所以我瞧着高晓松 尤其是那个罗罗胖子 雷飞色舞这个 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真是天才能够 能够做的事 我预先透露给大家 就今年开始 据说应读者要求 希望有第二季 那么我们就想真的跑到外国去 直接走进博物馆 直接走到那个牛逼话面前 去讲 哎呀 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不自量力 就我也就答应了 已经是下不来 这事 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现在在联系 真的到一个画面前 同时这一套规矩又不能变 又要灯啊 什么 什么这个那个 这个一会儿 我又哪个扣子忘了 扣了 我扣子拉链经常忘了 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 然后我怕开始的时候 我得装得激情四义 在那里这个 讲这幅画 全是装出来了 全是装出来了 如果我不是那样 那样一种天才 你们看到的我的样子 全是装出来了 所以我就非常贸然的 接受了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我的脾气呢 也还好 就是我一旦接了一件事情 我会很认真做下去 我会很认真做下去 做完以后 我开始得到回馈 就是第一级江山万里土 万里千里江山土 我当时人在乌镇电话打过来了 说陈老师 现在已经二十万了 这完全超出我当时的想象 结果到晚上 刘瑞玲说 现在已经过百万了 我就像听着一个 现在已经过十个一样 好像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反应这件事情 当然后来很多集就没有那么多人看 对不对 但好歹就是整个看下来 点击量给了我一个 怎么说 就是 我怎么 这就是一个上套子 就是 点击量也好 读者也好 其实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这个房间里 其实我相信 有没有一百多人 有没有 一百多人 你们才是具体的 点击量就是一个数字 我第一次知道点击量 是我帮五年在那玩微博 我很笨的 每次都要数个十百千万 这样数 这个会有多少 人这个虚荣性是灭不了的事情 等你数到万的时候 你心里会觉得 我这事还有点价值 那个局部呢 就是 做到后来 我对这个节目有点感情 在做头三集 头四集的时候 你们说起来 你们都不知道 我只是跟梁文道开完会 我脑子里只有一期节目 就是千里江山图 这幅话 我很早就想讲 只有千里江山图 但是第二集在哪里 他们告诉我 陈老师 你要做十六集 你开会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可能 强硬的建设说 我不做 或者我只做五集 不太可能的 因为几个你这么熟的人 在旁边 他们眼睛看得起 你好像只能答应一下 所以我很长时间 脑子里只有千里江山图 那讲完以后 我差不多两个礼拜 想不出第二集讲什么 此后每一集都是这样 就是想不出 下一集讲什么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当然是 我不具有这种才能 第二我不具有这种经验 据说罗胖子那个 是有一个团队替他策划的 然后据说纽约的那些 最著名的单口相声 和talk show 他们的团队多达四十几人 就是各种出身的都有 替他们solo各种话题 然后选择各种焦点 最后拿到这个讲的人手里 那我做事从来都是单枪劈码 我家里也没有图书馆 我也不是个学者 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现在 所以我每一集讲什么 是煞费苦心 那我就打开电脑 这个找自己在欧洲玩的时候 拍的照片 这才想到第二集讲 这个死亡的胜利 讲死亡的胜利 然后死亡胜利讲好 又不知道讲什么了 又拖了三四个礼带 我才想起来讲人民的胜利 不完全是因为蒋兆和 而是我喜欢稍微玩点文字 就是前面死亡的胜利 有点太讲死亡了 是不吉利的事 那咱们来个人民的胜利 再把蒋兆和这件事情讲出来 讲完我又不知道讲什么了 然后有一天上厕所出来 偶尔看到我挂在家里 三十年的一个樊高的一张小话 我说要不就讲这个吧 就是这样一集就讲下来了 好 那么怎么讲 讲给谁听 这是我一开始就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在一直录制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完全解决 但为什么说到后来 有点感情了呢 就讲到第七第八第九集的时候 我开始慢慢适应了这个讨厌的过程 人会适应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过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做的事情攒到一定的数量以后 你会觉得那就做下去 把它做完 把它做完 所以讲到什么瓦拉东啊 民国女画家啊 什么乾隆下江南啊 就我慢慢觉得 这真的是件可以做的有趣的事情 做到最后 就像我过去很多经验一样 就做到最后几集 真的有点顺了 讲到俄罗斯的那一集 讲到这个圣马克教堂 最后讲到都上 有点顺了 讲到希腊什么这些 有点顺了 当然仍然不知道播出以后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我现在大约在跟大家交代一下 回到前面那个问题 就是我不喜欢美术史讲书 我不喜欢这个艺术欣赏课的讲书 那我用什么方式讲 第一我躲不开美术史 我还是有点美术史的知识 我也知道怎么去看一张画 但是我的个人感受 又不能变成一个视频节目的 一个怎么说核心的吸引力 因为我一直觉得 你凭什么要人来同意你的感受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 谁要来听你个人对绘画的看法 那这里面就要动点脑筋 动点脑筋 在座有哪位看过我 十好几年前 我写的一本书叫纽约索记 有哪位看过没有 后面有两个手 三四个手 看过 看过大家记得不记得 里面有一个满潮的系列 叫回顾展的回顾 不举手了 忘记了 那个红袖子的手又举起来了 就其实大家如果看过我 回顾展的回顾 就会知道 我讲局部的有种方式 其实已经在那个系列里面用过了 只是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会讲局部 是什么呢 就是你讲一个艺术家 讲一个展览 然后讲一个时期 或者就讲一件作品 你可以有无数种讲法 你只能选择一种 只能选择一种 在一个有限的篇幅 尤其是一个有限的时段里面 十分钟 十五分钟 最长不能二十分钟 你只能讲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梁文道是对的 他给我这个节目取了一个局部 虽然我几乎没有哪一集 是取了一幅画的局部 在跟大家讲 但是我在每一集里面 取了一个点 这个点大概是我 今天下午可以发挥一下的 一个话题 虽然也没多深奥的意思在里面 什么呢 比方说千里江山图 我很早就想讲千里江山图 第一 它是一个被正统美术史 不太提到的一幅画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完全因为它只留下一幅画 没有其他画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呢 谁又不能说它不重要 我认为它可能是北宋以来 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一幅画 也是最辉煌的一幅画 它不是很被重视 那么史嘉也提到过 专片的提到过 我就看过叶公初先生 专门提到过 千里江山图 提的也很准确 但他的提法也是我不取的 也是我不会去做的 就是用中国话论的方式 文言文非常言简意概的 能够把这幅画的好处 这个作者的这个天分 能够说出来 这是我认为是相对被忽略的一幅图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故宫去看看 在座有哪位到故宫去看过千里江山图 有没有 你去看过 哎呦 画几个手 王社长也肯定去看过 大家就看过 就应该会同意 就假如你一定也同时看过其他北宋的绘画 或者南宋 或者袁明清 那些伟大的山水画 你会同意 它是比较特别的一幅画 它是青绿山水 这个 特别辽远 景观特别大 蛮少有人讲到它 那这都不重要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 我不是美术史家 我不是告诉大家历史知识 我很早想讲它 而我自己对这幅画也感到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个家伙只有18岁 所以实际上我不再讲千里江山图 我也不再讲北宋的山水画 我甚至不再讲整个中国美术 我只是在讲一个18岁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这就是我讲局部的一个如果我有什么考虑 有什么窍门 就是我一定要在我讲述的每一期里面找到一个点 这个点是我的个人有话要说的 同时是一个有可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 就是18岁 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点 而这个点真正背后的阴谋 仍然是我的老强调 就是攻击今天的教育制度 攻击今天教育 因为今天一个18岁的人 没有人看得起他 除了考试 他没有别的事情 他一直要考到28岁 也许如果他要做研究生 他要做博士生 绝大部分青年人 如果里头混着像王熙梦这样的天才 他18岁什么事都做不了 没有人看得起他 这个18岁说出来的时候 我带出了一个一千多年 一个皇族的文化 然后由这个皇族的文化 由一个皇帝和一个18岁的年轻人之间 又带出了山水化的黄金时代 因为北宋是山水化的黄金时代 而这幅画画在北宋的末代皇帝手里 也就是说北宋之前最重要的话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希望从这个点再现的是一个 除了18岁有多重要以外 可以带出一个艺术上的黄金时代 其他我就不用说了 我希望大家自己去看 因为我还是假定 愿意看我节目的人是少数的 而他一定是很爱艺术 很有兴趣去看各种各样的话 如果他在我的节目里 因为这个点让他产生一种兴趣 他自己会去看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只讲了一副 这个《强龙下江南》 再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山水化 我觉得这一副就够了 我以为是这样 当时我甚至没想好 我会做第二季 如果大都会博物馆这个能够成功 我就有机会进入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馆 你们会气死他吗 这么多好的中国话 根本不在中国 在纽约待着 而且待了已经七八十年了 已经在那 OK 这是第一季的先前讲吧 第二个我要找到一个点 就是死亡的胜利 死亡的胜利这个点跟18岁有无关了 我要找到什么呢 究竟不知道他 连我也不知道他 我到比赛邪谈那边去找他那幅画 不是找他 是偶尔碰到的 也就是说 我可能被大家认为是一个 不叫博览群书 就博览群画的人 也跑过一些码头的人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作者 我也根本没想到会遇到这张画 所以这个是美术史讲法 不会出现的问题 就这个主讲者 被认为有资格 跟大家讲艺术的人 他在讲一幅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话 他刚刚见到这张画 这又是我找到的一个点 这可能就 我带着跟大家一样的陌生感和惊讶 面对这张画去讲 而当中带出的是什么呢 带出的是死亡主题 而这个死亡主题又可以对比 就是死亡 在不同文明当中 他的被认知 被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很少会看到一幅中国画 我不敢说没有 里面会画到棺材 会画到死神 会画到堆起来的尸体 然后旁边又在是一个美女在那 那宴隐 这个种种这些 带出一个两种文明的差异 好 那么到了第三个 我当我想到讲讲兆和的时候 那我又找到一个点 我找到一个点 这里面一个 当然人民的胜利是一个幌子 就是我为了提到那个时代 提到二次大战 这个1945年 这个协约国都胜利了 包括中国 那这是一个时间节点 第二个时间节点 就是前面是非常惨痛的 这个抗日战争 然后再带出流民图 但是我真正要讲的这个点 是大家以为 这么一个 我认为是中国20世纪 最杰出的人物画家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 可以拿出他的作品 得到世界 重量级的表达人物的画卷里面 都可以放得进去的 我认为只有他一个人 徐悲鸿也放不进去 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人物画家 群像画家 能够放到世界美术史 重要的画里放进去 还没有 但是讲兆和的流民图 我认为放得进去 那么 这个讲稿里头 就有一些 怎么说 我喜欢在我的节目里面 放一些 怎么说 不太可能有结论 或者略微有争议性的事情 就是 这幅画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这幅画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非常确定 80后 70后的读者 90后 其实不知道 讲兆和这个人 根本不知道 你有过流民图这幅画 而这幅画 真的差点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点 什么点呢 就是我认为这么重要的一幅画 它 它是我们今天 抗认战争 过去以后 民族威王那段历史 留下来的一个 非常珍贵的历史画卷 而这个作者本人 为了这幅画 受罪一辈子 他到死 他都都抬不起来 果然 等这个播出以后 另外我还有一篇 专门写 懂得这个 蒋兆和的文章 略早一点 2014年 果然就网上 就有一个美术史 专家站出来 说蒋兆和就是一个汉奸 你们怎么说 他的流民土豪 就是一个汉奸 抹掉他的罪 罪恶 污点 然后就有另外一位 叫刘锡林的 我的老同学 也是做美术史的 就跟他论战 两方论战的文章 大概有十五六万字 大家如果关心 网上的美术的那种 扯淡的事情 可以到网上去找 有的 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咬定他 他就是个汉奸 那他对我的态度 也提到了一笔 因为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 我对他过去 是不是汉奸 所谓历史问题 我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他画了 这么重要的一张画 那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家伙 吃丹兴 他对历史的不感兴趣 我就不想提他了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蒋兆和是个画家 汉奸 也就是说 在蒋兆和去世以后 蒋兆和是好像八六年 还是九十年代 去世我忘了 他去世二十多年以后 他的名誉仍然 在这样的 作者面前 仍然抬不起头来 所以他是一个 没有完结的问题 没有完结的问题 我不知道在座 对刘明图这张画怎么看 他现在在中国美术馆 收藏 以后会不会长期陈列 我不知道 如果陈列 我非常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原作 每个人物画得跟真人一样大小 是目前我知道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画面 最有说服力的 而在抗战当时产生的作品 还找不出其他的例子 小速写有 有一个叫司徒乔的画家 在抗战初期也画过流明图 但那个是纸本速写 小篇幅的 他只有这么大 画得非常非常好 我还领摸过 此外大篇幅的史诗性的人物画 直接表现抗战 画于抗战期间只有这幅画 非常珍贵 我很想知道在座 如果有一天看到 你们会对这幅画怎么想 你们对蒋州和这个人会怎么看 那么这个是第三集的一个点 一个18岁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他为了这幅画的收退 同时当然我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皮卡苏的格尔尼卡 在西班牙被认为是像国事一样重要 从美国要回来派人站岗 在那很隆重地展出 是这么一个待遇 往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同样的战争灾难 体现在绘画上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 对这幅画和作者的态度 所以我事实上也不是在讲流明图 大家会注意到我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我经常抓住一个问题 其实在谈别的问题 但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别的问题出不来 或者不会出得这么有意思 对我来说 那么此下到了第四第五集 我就讲到法国人了 不是法国绘画 樊高是荷兰人 还有就是那位 那位巴奇爷年轻人 大家记得不记得 就在战场上被打死了 他画了画册 我知道很多年 很年轻的女孩子 很喜欢这一集 理由非常简单 说他太帅了 可是我实际上 到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才看到巴奇爷的样子 我没有看过他的照片 所以这里面 要感谢局部的导演 就是谢孟倩 他今天应该在这里 跟我一起讲这个节目 是他让这个节目 变成一级一级 15分钟到20分钟 这么一个可看的视频 他动了很多脑筋 光是凭我讲没有用的 而他对我的一个 巨大的帮助 就是我提到的 这些人物和话 他居然从网上 找到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过 那么讲到巴奇爷 我也要找一个点 这个点可以分两部讲 一个就是我在 纽约索奇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每件事情 在刚开始的时候 是最美的 因为他画下了印象牌 这帮小子当时聚集在 那个画册里面 画画画社里面 那个那个瞬间 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时代 无论是十几岁的时候 还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是因为初恋也好 还是因为刚刚 怎么说 出道 创事业也好 我们一定都有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许是几年 也许只有几个月 甚至在你记忆当中 最亲切的只有一个早晨 或者一个下午 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但是这只是在你脑海里 但巴奇也把它画了出来 一旦画 他就永恒 他就留下来了 所以凡是刚起来的时候很好 而第二个顺带的就是 可惜在这个人 那么年轻 他就去世了 他跟王希盟的例子 还不太一样 王希盟只画了一幅画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 他还有其他画留下来 他就每十八岁就死了 这真正的夭制了 而巴奇也不一样 巴奇也就是今年 巴黎的奥塞博物馆 正在办他的展览 巴奇也的展览 他留下作品不是很多 大概四四五十张这个样子 能够聚在一块展 从世界各地博物馆进来 也非常不容易 而这个人就在战争当中死去了 所以我借此告诉大家 每篇的结尾我满花功夫的 就是彼得堡列宾艺术学院 我在走廊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放在走廊里的两个纪念碑 就这个学校毕业的历届学生当中 大概有多少人 你输过没有 好几百人 好几百个艺术学院的学生 去参军然后战死 因为今年被放在这个学校的门口 所以我想我在讲一个艺术的故事 就是艺术的故事 其实除了艺术之外 有很多很多故事 其中包括像这样的故事 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为国卷取 非常爱国的一个人 法国和这个普鲁士战争当中 第一批参军 而且第一战役就死亡 就是把企业 这是一个点 那么我里面讲到了一个比较专业化的问题 属于美术史的问题 也属于可以说是文化史的问题 就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的角色 但是这样的讲述就会进入一个我不喜欢的方式 就是要讲美术史 要讲道理 要也援引史诗 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第四集讲樊高的这幅画里面找到一个点 就是这傻逼根本初学的时候他画不下去了这幅画 我从这里面借到了第六第七第八集的主题 什么主题呢 就是未完成的画 用未完成的画 代出就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的角色 就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么高看艺术家 这么宠艺术家 其实这样的地位艺术家享受一共只有不到两百年 甚至不到一百年的地步 此前艺术家就是民工 就是工人 就是给你任务 有点像装修一样 这几面墙归你管 你把它画出来 从古到今 这个漫长的这个一两千年两三千年 艺术家是工匠 更早还是奴隶 但这个问题不要正面去讲 正面去讲太累了 我真的要给大家上课 可是我找到了一个点 就是它是未完成的作品 就是终于到了樊高那一代 我管我自己 我不是你雇佣的艺术家 我不是为你画这边墙 我画这个建筑 所以我画不画得下去 我这幅画画多久 我自己决定 我借这个点要把艺术正当历史告诉大家 就是艺术家曾经是什么角色 所以在一级一级往下讲 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跳跃性很大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可取的 就是我从欧洲讲到中国 从中国又讲到比方 法国 法国忽然讲到俄罗斯 俄罗斯忽然又讲到这个意大利 我用这种方法来讲 真实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一集讲什么 但客观的原因我发现 我不知道诸位等下告诉我 就是它可能会造成一个跳跃和新鲜感 就让你无法预期下一集你将看到什么 有没有这个效果 有没有这个效果 就根实情况我坦白 就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下一集讲什么 但是在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个效果 他怎么今天讲这个 所以我有时候会肯定一种业余状态和不确定状态 而且肯定我的非专业性 大家太相信专业这句话 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怎么说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去接近艺术 不要说我不懂艺术 不要说我没有受过专业教育 艺术真的是传播 艺术是希望越多人看见 越多人喜欢越好 所以我们的教育给整个社会一个神话 就是艺术是一个专业 艺术家是一种很高的人 艺术是很艰深的学问 我讲局部就试图破除这个神话 我非常厌恶这种 这么多年散布在社会上的一个 关于艺术的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讯息 就艺术艰深难懂 艺术非常高雅 艺术不是我们这种 没经过训练的人能够看懂 不是这样 今天是如此 这可能是空前的一个传媒时代 我们拿起手机 我们全世界什么我们都能看到 不要再设这个范例 所以我希望我的局部 做到一点点这个效果 让你从此见到艺术 不要再自卑 不要再自卑 你一定会被艺术吸引 这跟你爱不爱艺术 懂不懂艺术 有没有受过训练 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那么多艺术放在那里 其实就是为了 你被他吸引 但怎样被他吸引 我相信可能需要一个讲述者 可能需要一个讲述者 而这么多出版物 这么多讲述的节目 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非常感谢高小生 感谢罗胖子 就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小得多 一个是60后 一个是70后 可是他们讲的十个节目里面 有九个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听他们讲 我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 所以我似乎很多书都不用去看了 我或者看过的书 我更认同他们讲的 这罗胖子很多观点 这个非常非常有进退余地 而且非常有现代感 自己作为视频 这16集视频 我自己比较偏爱的 只有一集 就是乾隆下江南内 徐扬的功德 对 因为这一集的最后 使了点小技策 就是我当时在做木星美术馆 所以我说你团队要到乌镇来拍 那正好呢 我在乌镇拍的这两集 都跟水箱有关 我就跟孟倩讲 有没有可能把乾隆下江南的这个图像 跟乌镇现在的河道房屋街道 能够连在一起拍 结果他做到了 结果他做到了 在座看过许阳功德的这个举手 好像还蛮多的 我在那讲 讲完我就干别的事情去了 通常要过半个月孟倩才能把这一集剪出来 剪出来他会发到我的邮箱来 这个过程也可以说一说 就是头三集 孟倩也是一个陌生的经验 孟倩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他其实没有接过这样的项目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所以当他做第一第二第三集的时候 我会跟他有很多修改 很多修改 就是我讲到哪里 他就开始出图 结果他很多图出的不对 不是我要的那个图 可是他很聪明 他经过这三集下来以后 差不多从第四集开始 我就不太提得出意见了 因为等我讲到哪里 这幅图就出来了 然后又变成另一张图 我又正好讲到另一张图 他这个过程就是图文的这种穿插 他开始找到感觉了 到了六七集以后 一直到最后一集 几乎我没有再给他提过意见 除了底下配字 他有时候字会打错 几乎没有提过意见 而且他做出了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全龙下江南》的一集 就当我看到最后 乌镇忽然出现了 乌镇忽然出现的时候 我知道会有《全龙下江南》的画面出现 但等到一出现 我一下就哭起来了 我没有想到效果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非常感动 就是 江南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乌镇也是一个重新造出来的江南 我是在江南长大的 小时候不知道这个有多美 老了从国外回来 才知道中国江南有多美 但是你到江南 我小时候能看到那个镇 全都没有了 已经那个景观 也就是《全龙下江南》画面上的那些古镇 在座有没有江南来的人 有没有 你们都是年轻人 你们没有见过文革以前的农村 文革以前的江南 就跟美国几乎没有两样 因为建国后国家很穷 没盖什么房子 所以老的形态都在 也没有怎么破坏掉 有哪位看过当时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叫《早春二月》 有谁看过 不少人看过 就是《早春二月》里的那个江南 在我小时候几乎完整的保留 没有什么变化 《早春二月》有一部分 就是在浙江几个水像拍的 现在完全没有了 干干净净完全没有 一些河道都填掉了已经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录像的时候 眼泪一下子就下来 后来我就反复几次看 每次看还是会流眼泪 这就是孟倩的功劳 这也是图像的功劳 这也是士兵的功劳 就是他能够把 就是影像切在一个对的节点上 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后来我给陈向宏看 就乌镇的毛纵 他看了也说 他说我要把这一段拆下来 放到乌镇的游客服务中心 就不断的24小时放 不过到现在还没做这件事情 他太忙了 所以在徐扬那个繁华的江南 曾经是这样一个景象 通常没有人讲徐扬的话 徐扬在美术史几乎没有地位 因为没有人讲宫廷绘画 因为那些话 我现在给他的这个定义 就叫大型文献纪录片 就当时没有中央电视台 跟着乾隆走 如果现在乾隆下江南 那太多机器跟着他 整个过程都能拍下来 但当时没有 当时没有就留下了 这些伟大的长卷画 而在中国美术史的讲述当中 只会讲述一件重要的作品 就是宋朝的那个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好不好呢 没有话讲 事实话得太好了 那是北宋也是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张哲端跟王熙梦的 十八卷死掉 那个是同事都在一个画院里画画的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 他们俩认识 一个小伙子 一个中年画家 可是此后 尤其是明朝和清朝的宫廷长卷画 没有人讲的 我希望我是错的 王小长 据你知道美术史家有没有人专门讲过宫廷长卷画 他会介绍 但他不太会从美学上去说他有多好 他会讲 中国是很奇怪 中国是一个文人化的国度 就是到现在绝对的一个话语权 还是在文人化的 很少有人讲这个工匠画 很少有人讲宫廷画 宫廷画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可惜知识太少 资料也太少 如果故宫愿意开放给我看所有宫廷画 我愿意再好好讲几集 什么呢 里面这宫廷的大婚 哪个公主大婚 然后宫廷的哪场战役 我操 凯旋 班师凯旋 然后工厂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那个登机的这个画 还有宫廷的运动 我操 宫廷还有 奥运会 还有 马球啊什么都有 非常多的长选画 我们要了解历史 你读书不如看这些画 因为这些画非常非常具体 我在里面特地讲到了大象 我很偶然在一个一个老照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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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散文里头看到了 大象一直养到民国时代 就是为了宫廷的大典用的大象 后来大象越来越少 就是后来就饿死了 就是没人管了 尤其是清朝灭亡以后 可是你放在徐扬的话里面 不得了 你能想象 就是尾夷十几公里的这个 这个队列当中 还有大象站的 而且打扮得跟时装模特儿一样 身上挂满了东西 所以这曾经是我们帝国非常好看的一个场面 没有人去讲他 所以这里面我要牵涉到就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就我想写一本书就叫次要的作品 个牛逼也吹过好几回了 其实说不定我一辈子写了出来 就是我一直想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害怕美术史 不要害怕专业性 而且不要太相信媒体和权威教科书 告诉你们的那个美术史 美术史远远比我们 比他们那帮孙子讲的要丰富的多 丰富 我是局部是对美术史讲述不满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所看到的美术远远多于 我在一本书里能够读到的那个线索 哪怕是几个盛期 比方唐颂 或者文艺复兴 或者是希腊 或者是19世纪 你真的到那些现场 这些国家去看 远远多于书里能够告诉我们的 或者士兵里告诉我们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被美术史漏掉了 被美术史漏掉了 所以我为什么做了小小的尝试 就要讲乾隆下江南这个话 哥在几十年前 我要是在美术圈讲乾隆下江南 人会笑我 你怎么讲公平话 你是没有品位的人 可是好在后现代对这个 整个的美术史已经有很多新的观点出来了 就是我们看待美术史的眼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次要的作品被重新关注 而次要的作品并不意味着 这真的是次要的作品 准确的说应该是被忽略的作品 被忽略的作品 那换到一个所谓非专业的 就一般的普通的这个艺术爱好者 他就变成不知道 很多看过局部的读者告诉我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巴奇叶 从来没有听说过徐阳 从来没有听说过卡帕秀 就是我在乌正派的第二集 就是威尼斯那一集 这个死亡的胜利 当然连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有人告诉我 他们从来不知道江朝和 从来不知道柳明图 所以我前年参加了南州的一个节目 是完全为了应酬 因为他们帮我很多忙 在宣传木星上面 所以一定要我出场去参加一个节目 就大家能够想得出来 那个叫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又老一套了 现在电视里这个 还在弄这样的节目 出个两句诗把它打乱了 你要辨认这个是张九龄写的 还是甲导写的 我对这类节目深恶同居 深恶同居 就是大家考试还没考够 还在那摘替 我说我最佩服的一句话 是苏格拉底讲 我在那个节目上 我当场我作为嘉宾 审判嘉宾 我坐在上面 我说这个我想办一期节目 就是根据苏格拉底的句话 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我想办一个不知道的节目 我出一大堆题 你们全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想去知道了 你就想去知道了 死亡的胜利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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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知道 有人看了我的节目 真的就去了 有这样的傻逼 就真的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我操 他说是非常震撼 我看得非常震撼 还有一个傻逼 一真的跑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潮在树林里头 那个樊高 那个 那个 那个博物馆 这是对我最大的欣慰 就是他看了我节目 真的就到那去 而这是一个多么 好的时代 就是我曾经盼望很久的时代 就是我八十年代出国 看到外国人 他妈就买了票 想到哪就到哪 甚至到九十年代 我到台湾去看我爷爷 我在飞机场 看到台湾这种旅游队 举这个小旗子 然后呼召全部收起来 我说你们到哪去 就先生 我们到威延大去 我操 就是一些大姐 一些农民 这个小地主这些 我操 我想我大陆 什么时候人民 可以这样聚在机场里面 说我想到哪个国家去玩 没想到 这个时代早就到了已经 我经常看到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去过 或者将要去 我前两年到纽约去 排队这个宴行李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小伙子 双肩包 就回头就认出我来 他说陈老师好 我说你到哪里去 他说我到纽约去 我说你去念书 他说我去玩 我说你是干什么 他说我是IT的 就一个一个职员 他就能够攒到假期 自己攒一下 自己到纽约去玩 然后我到那个 那个很小的一个城 里头非常非常好的变化 在托斯卡那地区意大利 我在车上就看到一对 非常好看的这个小夫妻 和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 年龄大概在23岁到26岁之间 穿的也非常 又不像香港人 又不像台湾人 也不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 就我一直盯着他们看 下车以后我就忍不住 我说你们两位从哪里来 他说我们从福建来 我说你们怎么会到 他说我们来旅行结婚 我好感动 就中国的年轻人 到了80后90后 终于可以你自个儿挣点钱 他们俩就开个小公司 有个小店面 就真是会穿 不知道哪看来的 在杂志上 这个就这样出国 所以当我听到有傻逼 就看了局部 真的会到那个比赛 去找那幅画 我就觉得我这个节目 没有白做 世界上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被美术史家就给 就给一笔就删掉了 一删就几十年几百年 一删就好几十个人 好几百张画 里头有很多很多好东西 很多好东西 我只是讲了万万分之一 那这里面最庞大的一个 我觉得也不太提的 就是希腊那个巨人的战役 巨人的战役 绝对有地位 绝对重要 但是当你去了解 古希腊艺术的时候 永远是公元前五世纪 菲利亚斯时代 那几尊最著名的东西 比方说 圣灵女神 这个翅膀在卢伯宫 还有那个 缺胳膜 没脑袋 那个 那个伟大师 弄来弄去那几个 希腊东西太多了 所以当你看到巨人战役的时候 你会对古希腊完全有另外一个看法 完全另外一个看法 这两年应该装修好了 哎呀 就在柏林 希望有哪个傻逼也到处看了 先几点钟了 三年钟吧 我以为讲了很久了 这个我又怀念 举步举步二十分钟就好了 只要让我出去撒掉抽烟 再歇一会儿 好 最后呢 我就耍了个计策 什么这真的是耍计策 就是到了第十六集 我知道要收摊了 收摊呢 这个收摊的东西蛮重要的 扔哪一集出来都不是 我知道 我很早就想好了 最后我来讲杜杀 前面画了那么多画 咱不画 咱不画了 也是一个点 因为杜杀的点太多了 现成品啊 什么这个超现实主义啊 然后他跟 达达集团的关系啊 然后 种种这些 他有很多专题可以讲 但我只抓住他一点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每一集每个人 只抓他一个点 就他为什么不画画了 为什么不画 但这是讲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道理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读过点书 对那道历史有了解 对整个美术史 对二十世纪现代议论有了解 他不画画了 这个事情是 大家能够知道的 但是要把它讲到一个 怎么说 就是视频的读者 拿着手机在看的人 他能够就一机灵 这个家伙不画画 而且能够让他看得下去 这是一个策略 这是一个策略 所以我在最后一集 就选择了 读上这个例子 他不画画了 我也是想告诉大家 我的目的还是 针对中国今天的教育 中国今天可能是全世界 教画画最庞大的一个系统 全世界的美术学院都在萎缩 尤其是欧美 我不是说非要不教画画 但是像中国这么教法的 没有见过 二十一世纪 大量的培养画画的人才 这一方面是一个崛起的 一个后现代的 一个几乎要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一个大国 同时呢 他在用十八九世纪的学院绘画教学方式 庞大的繁殖这个学院教学系统 这是一个壮丽的荒谬的景观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提一提杜上 因为我做的完全不是杜上那一路事情 我做的还是传统绘画 那这背后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就像我所有的发表的文章 或者视频也是一样 我通常不会给大家一个结论 因为我自己就不相信任何结论 一本书告诉我的结论 我通常都不太相信的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那艺术背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化 文化背后就是无穷无尽的历史 那历史背后就是很多很多人 这些人都跟我们有关 所以切不可轻率的为一件作品 一个时期一种艺术认出一个结论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看欣赏艺术的这样的节目 或者文章 因为他希望给你结论 比方这幅画是优雅 那幅画是比方说灿烂什么 当然他没有他们的话语 这都属于结论性的话语 大家应该注意到我在16级里面没有给出任何结论 这个结论说是你到书上去看肯定是对的 你会放心的 拿这个结论你可以去找工作的 没有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点 而且尽量让你骗的你可以20分钟看完它 觉得还有点意思 这是我讲局部的一个策略 那么再往下 我其实希望都跟大家沟通 因为据说大家真的看过 这个题目呢 这个是从局部说开去 我到现在还没有说开去 还在说局部 就大家愿意说开去也可以 愿意说回来还说局部也可以 因为我相信我在里面存了很多伏笔 但是后来我就不交代了 刚才讲了 我是不愿意给结论的一个人 如果有谁能够窥破我的伏笔 或者是对我的伏笔的后来结果想知道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随时起来咱们就对话 就沟通 你们看好不好 好 好